我们现在来开始外练四法 凝法的教训 这个凝法的定义就是说两个手抗力相拟 是这样一个概念 那么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凝法的把位 现在我这个把位叫做双羊把 它的这个定义就是两个手的虎口是向棒中间这个位置 这叫羊把 那么这样就是阴把 阴把的定义就是两个手的虎口 虎口冲的是棒端 太极棒棒端的方向 那么这两个把位呢 它有个来回有这么一个换把的动作 这是双羊把 这是双羊把 就是通过这个换把 中间呢 这块是大家可以看一下中间是通过这个手指头的动作 就换过来 通过这个手指头在这儿 双羊把 然后呢再转过来 双羊把 过来 双羊把 这是这两个把位的变换 把位还有一种呢 就是这个阴阳把 像这样 竖棒的这种就属于阴阳把 上面这个呢 为阴把 下面这个为阴阳把 这个左上右下 右下左上 不一样 这就是阴阳的 这是阴阳的 这是法位 那么再来说一下这个凝法 这个凝法过去啊 它是中国胶术这个小棒子的一种练法 它这个棒子中间有一个眼 然后 细一根绳 下面坠着一块石头 青砖 或者是青砖 然后两个手呢 这么拧 这样的话 把这个砖呢 一点一点就提升起来了 然后再往反抵 反过去 再把这个砖呢 一点一点再放下去 通过这个呢 来练这个两个手的握力 那么现在我们这个太极棒呢 这个中间也不用眼了 也不拴绳了 那么它的这个练法呢 就是进一步发展 主要表现在就是两个手抗力相拧 这是一 再一个呢 就是反拧 这么两点 我们先来说一下呢 这个抗力相拧 什么叫抗力相拧 这抗力相拧呢 就是两个手 一个手加劲 拧 另一个手呢 加主力 加大拧的这个难度 那么加力的这个手 现在我的 现在我的这个右手呢 是加力 加力手为十手 十的转此楼 左手是虚手 这个虚手呢 加主力 加到一定程度 这个棒在手里边旋转 这个棒在这个手里边转 这个虚手 这叫这个抗力凝转 两个手抗力凝转 就是这样 那么这个抗力凝转呢 应该说它是更 这个聪明的一种方法 因为它是两个手可以来回互换 两个手一时一须 两个手来回互换 另外一点呢 它是自我加力 它可以因人而异 因时而异 力大一点 小一点 这都可以非常灵活 所以这种练法呢 对于训练两个手的握力 还是很有效的 这是抗力相拧 再说一下这个反拧 反拧是在阴把基础上 我们这个拧的把位呢 这个反拧都是在这个阴把的基础上 这个手向里一卷 大家看我的这个右手向里一卷 这叫反拧 这叫反拧 是不是啊 好 现在做左手也是反拧 这叫反拧 那么这个反拧的动作呢 它是练整个这个手臂的这个蝉刺弓 实际上是在练这个手臂的蝉刺劲 那么以上我们介绍了这个拧法的定义 这个虚手和拧手 另外介绍了这个反拧的这个方法 下面呢 我们就来学习拧法的单式 拧法呢 一共有四个单式 我们先来学做第一个单式 拉风箱